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讲的题目是 知缘 惜缘 造缘 抉择不可重启的人生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 都在穷其一生追求幸福的人生 然而 每每在许多重要的时刻 有不少的人选择了似乎正确的决定 换来的却是一个不断想要重启的人生 可是人生不可重启 怎样选择才能幸福呢 幸福的人生 一定有幸福的思想观念 因为思想影响行为 行为养成习惯 习惯塑造性格 性格成就命运 有好的命运 人生一定会幸福 究其根源 人生幸福与否 在于它的思想观念 在面对选择 依据谁的思想观念 来经营自己的人生 这一重大问题时 知缘是起点 身为华夏儿女 我们所身处在的东方国土 孕育传承了一份 历经数千年的人生智慧 这份圣贤教会历久弥新 通过一步步经典 向后来者传递着 人生至真的道理 终极的解答 可面对选择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学 有立竿见影效果的那一方 如把现在流行的成功学 心理学等等 作为我们人生的标杆 由此便放弃那条 看似困难 而其实我们生而为华夏儿女 本就拥有钥匙的道路 如今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只有中国文化 绵延几千年不断 不是只有中国的古人 会用文字记录下人生经验 而是只有中国 得益于古人的智慧 参透语言变化 与不变的真谛 实行语文分开 即把平时说的语言 和写文章用的文言文分开 才得以保存这份智慧 并使其经受时间的洗礼 扔散发出光芒 以慈悲众生的宽宏 未来者博洒 幸福人生的种子和缘分 身为中华儿女 在面对选择 影响自己一辈子的 思想观念时 把握语言的钥匙 知缘而泽 方可惜缘 有的人今天接触了 中国传统文化 觉得很好 便用此来指导人生 明天听别人说 欧洲哲学思想不错 就拿来试试 后天又发现 苏联理论也很好 就又改变昨天的想法 在这不断变换的过程中 引发了很多 假如我的人生 可以重来的遗憾 可我们要明白 人生不可重来 其实古埃及也好 古巴比伦也好 还是古印度也好 他们的祖先对后代 同样怀有慈悲心 同样希望把人生智慧经验 传承给下一代 但是只有中国古代圣贤 传承成功了 而且这份不朽的智慧经验 至今仍影响着千千万万人 可能我们无法感受理解 传承的诚挚与艰辛 但我们每个人是由衷的希望 自己的人生 不要摸索了几十年 才知道哪里做错了 也同样希望我们的后代 不要摸索了几十年之后 也才知道对与错 是与非 既然我们知道 古代圣贤 为我们留下的人生真谛 我们便因怀抱缘分 珍惜缘分 坚信前行 造缘而立 使利益自己 更是利益家人 甚至利益更多的人 知缘吸缘后 为什么是造缘呢 因为知缘 知道中国传统文化 蕴含的人生智慧 与真谛后 西缘 珍惜这份 世间难得的圣贤教会 我们便在不断靠近 幸福人生的道路中 胜发圣贤教会的慈悲 经历过遗憾 不愿意别人 再重蹈覆辙 错误的路 为他人创造 与智慧连接的缘分 进而更知缘 西缘 知缘 西缘 造缘 缓缓相扣 在我们选择的 每一个当下 都不可或缺 一个人 人生要幸福 思想观念 就要正确 思想观念正确 才能做一个 如法的好人 你是好人 那人生 一定会走得圆满 好了 这就是今天想要和您 分享的内容 我是晋慧 祝您 平安如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